男藝人 有一位 被男藝人食指交叩問 什麼時候結婚的是哪一位 舒玄 是我 妳可不可以出來一下我看看 妳是說參加節目錄影 還是在活動現場 是一系列的活動這樣子 活動現場 然後有一位 第一次見面的男明星 不是第一次見面 是因為一系列 所以就已經認識一陣子這樣子 然後她就忽然跟你遲遲交叩 她不是忽然 她是很見進式 可是她的步驟很少 然後所以我就 妳是說先一指 然後再二指 對啊 十指 不是 她只有三步驟 然後她就牽到我的手 所以我就有點嚇到 然後我就反應不過來 反應比較慢 三步驟就是說先問妳 然後 不是 她是先說 妳手好大喔 然後我就說對啊 然後她說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然後她就說 那妳要不要跟我結婚 然後我就嚇到了 但妳有答應她嗎 我就有點嚇到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叫搭菜 然後就 對啊 可是那個藝人 就是不是妳喜歡的類型是不是 她應該有對象吧 好像大家都知道 她是偶像型的 還是是長輩子的 是比較綜藝節目的通告的 是帥的還是好笑的 應該不是很帥的 所以婉若通常遇到這種情況 他們要如何處理比較妥當 就是我覺得 就吵一個 吵一個緋文 還是要看一下對象是誰 對啊 我覺得就是趕快離開現場 妳剛剛那句話 是不是應該要跟觀眾道歉 對不起 對象是誰 不是 因為她剛剛那樣講 感覺那個人 甚至我覺得是不是已經結婚了 就是如果聽起來是那幾個 妳可以通通跟我講 那個人是誰嗎 快點 生完小孩的人 好 我們大家就撤開了 聽不到了 妳不要把麥克風放 我覺得有蠻水底在她手掌心 寫那個人的性容 為什麼妳剛剛在揮她 我覺得那個手有興奮的感覺 大哥 對 先忍一下 先忍一下 放在心裡 所以其他妹妹都知道嗎 可是我世界上只有跟S姐講 所以如果講出去的話 然後就這樣 沒有要搞出這個秘密了 一個人知道很累 一個人就全都知道了 讓我來給妳分擔 所以通常長官的意思是說 行前會警告他們 可能遇到類似的事嗎 我覺得因為其實 模特兒的工作有個很特別 就是他們常常出去 跟不同的團隊嘛 然後也不見得每一次出去 都有經紀人在旁邊 可是我們一定會告訴他 如果有任何問題 妳就第一個當下打電話回公司 思璇如果碰到會發脾氣嗎 很少碰到這樣的事耶 因為應該 妳早年應該也是有遇過吧 早年 現在是在訪問回憶錄的過程嗎 早年真的好 因為早年我們很少接觸綜藝圈 就是在模特兒圈啊 好 今天呢 有幾組是要表演舞蹈的 隱恩 妳是準備舞蹈對不對 對 好 妳跟誰一起表演 我跟家勳還有瑋琦 我們是跳可愛的舞蹈 那妳跟他們一組是自願的嗎 就是我們平常就還滿要好的 然後想說一起來練這支舞 另外兩位跳得好嗎 如果要這樣說的話 瑋琦她算是就是 一開始比較不會跳舞的 但是她很努力練習 所以這是瑋琦跳不好 沒有 沒有 她已經盡她最大的能力了 真的 對 所以她竟然 她竟然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她真的很認真地講 瑋琦跳不好耶 沒有啦 妳們三位要初戀了 加油 太棒了 錢 潦瀟 索 小姐 玩 太棒了 很公寓 太棒了 太棒了 i know what I'm so i know what I'm so 肢an 방송 쏟아져 it kind of the man m noche sawsedan shtucit mun some good man orum ugye туда i know what I'm so wajdo anare i knew what I am so ther quick he tune you he hat summer ah hot hot summer hat summer ah hot hot moo da what Hot Summer Hot Hot Summer Hot Summer H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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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Summer 謝謝大家 謝謝 是滿可愛的 因為她剛剛不是宮崎說 覺得尾棋比較不會跳舞嗎 尾棋 可是因為她本身 不會跳舞的關係 所以她反而跳起來很清新 就是很適合這支舞蹈 因為你動作都沒有 你知道太柔 因為你那種不會跳舞 是別人模仿不來的耶 你要好好珍惜 這個她動作都好乾淨喔 她很像擔心自己會散掉 那種方法來跳啊 就真的很可愛 可是她很可愛 所以很適合這個打扮 沒問題啊 殷琦把身體凹成這樣 還可以講話嗎 好可怕喔 所以剛剛那段表演 她到底在凹哪裡 我今天有點不太熟 她在凹她的背 後面背 臀部 所以是以S型坐姿取勝是不是 就要凹成一個S嗎 全身都有用力 然後有顧到全部的線條 從腳步到全部 妳今天是把我們當成是攝影師 有隱形攝影師 對 所以殷琦 要讓觀眾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再用力凹 你整個人換扇會是什麼樣子的 這樣怎麼好意思 沒關係 讓他們比較一下 前後 所以換扇是怎樣 不夠緩 就會稍微靠後面一點 那妳熬的第一步驟是什麼 往前 然後坐出來 對 腰要挺起來 然後背也挺起來 第二步驟 腳伸出去 可是妳不覺得用這種狀態 出現在綜藝節目裡面很詭異 是因為我們今天 也不是聊什麼太搞笑的話題 聊的是比較專業性的東西 那像專業性的東西 這個我們就非常會 對啊 所以妳擅自決定 我們今天整集要很專業嗎 就如果今天要搞笑 的話就不用做這樣對不對 對 就可以放鬆 如果今天是來卸妝的話 就可以坐直剛剛那樣 對 妳可以躺在地上 對 如果不小心跟思璇的腳撞到 妳會生氣嗎 我會趕快說回來 要讓給她出來 所以 倫理上還是思璇比較大是不是 如果中倫理的話都會知道 所以思璇就知道她腳要往哪 就是她都可以去 想要在哪都可以 我們都配合她 她可以夾在妳脖子上 我真的有看 還要自己撐是不是 OK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腳 真的快要打架了 有 因為陳思璇好像又生得比剛剛更遠 不是 妳們到底要幹嘛 妳卻擠… 最後就是跟她講的 不是 妳們在 妳們倆到底要去哪裡 妳們倆到底要去哪裡 妳們在上 詩雲 自彈自超 想會在場所有人 你們有一邊拉一邊唱嗎 我覺得那應該滿值得一看 很有趣的 她等一下是一個人的海 一邊都不心 一邊一不心 不要 不用趕我來